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們先來看一下 ASPA WINTER直拍 能夠突破700萬觀看次數的理由 前一陣子統一韓國所有論壇的Winter縮圖 大家應該還記得吧 只要一看到就會忍不住點擊的這個包子縮圖 目前已經突破了760多萬的觀看次數 那為什麼這個可愛的縮圖 觀看次數能夠贏過帥氣的姐姐們呢? 我們可以在日本的電視劇 《月限交期》的台詞找到答案 可愛是最強的 帥氣的話 如果看到不帥氣的一面 可能幻想就會破碎 但是可愛的話 做什麼都會可愛的 在可愛面前所有人都會服從 二話不說都會投降的 總結一下就是 可愛是最強的 可愛是最強的 所以我又去看了一遍 感謝選擇這個縮圖的工作人員 Winter太可愛了 真的可愛是萬國共同緣 Winter會不會知道這個包子直播突破600萬了呢? 很好奇 所以又去看了一遍 所以可愛是最強的話 我以後也要不要做這樣的縮圖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idle們的妄想圖 聽到孩子哭聲後 趕緊跑過去的老公 聽到我說分手吧後 流淚的男友 因為擔心我急忙跑過來後 看到先到達的前男友 轉身離開的學長 我也喜歡喝可樂 為什麼只給那傢伙呢? 不敢靠近 只能在遠處偷看我的學長 新郎可以笑一下嗎? 看到我跟別的男前輩在一起的曖昧男 看到我跟別的男同事去吃午餐的同事 看到我跟別的男同事去吃午餐的組長 慶典時聽到音樂自己的聲音後 微笑的舞蹈部姐姐 聽到她好像也喜歡你後 高興的曖昧男 為了跟我拍照 調整自拍桿的男朋友 慶典的時候 聽到我的音樂聲後 害羞的男朋友 我喜歡的前輩 看著別的女生在笑 不知道我跟男朋友吵架的朋友們 一直說 你們兩個是天生的一對 的時候 男友反應 坐在我旁邊後 害羞的學弟 喝醉酒後 等我接他回家的男朋友 不舒服嗎? 我帶你去醫院吧 剛飛手後打電話問我 到家了嗎? 的男朋友 看我流淚的樣子 什麼話都說不出來的曖昧男 聽到我說要去夜店 不高興的說 去那裡幹嘛? 的男友 前輩 喜歡我吧 給我看吃炸雞個人劑的男友 老婆這帽子好看嗎? 一直說自己上輩子是個雞的男友 說今年一定會減肥成功 做韻律操的舅舅 看到我跟別的男生在一起的曖昧男 偷偷戀愛的男友 看到我也在看他的時候 你記得我們第一次是在哪裡見面的嗎? 一點都不記得的男友表情 在車上等我等到睡著後 看到我說 哦來了 的男友 隔壁家阿姨來找我的時候 老婆現在在洗澡 的老公 一直給我拍照的男友 告訴我 是自己寫的 艾美男 今天是我生日不給我禮物嗎? 交往第二天還是顯得有點尷尬的男友 學校最有人氣的學長先跟我打招呼了 前輩今天看起來有點帥 不要再說了 你的手好臭 本來想要來逗我 看到我在哭後說 什麼?你在哭嗎? 的前輩 吃了那個就要跟我交往 想不到結尾的 Thank you